今天要说的是一个双倍的恐婚故事 肩负杀妻火化案 那是2002年3月的一天 比以往的时候更暖一些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 又到了动物交配的季节 在河北广平县 有两只动物为了能在一起愉快地玩耍 竟然干出了猪狗不足的事情 3月13日上午12点 当地公安局突然接到群众报警称 县城东关的张清云就是个西门庆 他的老婆是被他杀死的 再晚一步就要被送去火葬场火化了 而且这里面可能牵扯了两条人命 警方一听到两条人命 马上警觉起来 明明只是张清云的老婆死了 为什么会牵扯两条人命呢 警方立即赶往县城东关了解情况 来到张清云家门口 只见一群围观群众正从大家离开 人群中有人小声的叹息说 淋淋死的冤啊 警方立即向群众打听情况 得知尸体已经被送到火葬场了 警方火事赶往火葬场 一行人刚赶到时 被害者胡宁众的尸体 眼看就要被推进火化炉 民警立即上前阻止 一旁的张清云正在假惺惺的哭伤 见有人阻止火化尸体 突然就停止了演戏 还敢带着家属质问警察为什么阻止火化 警察说有人举报胡宁众死因不明 必须介入调查 心里有鬼的张清云瞬间就被吓掉了 法医对尸体进行检验后 发现死者有中毒迹象 控制住张清云后 警方开始试出走访调查了解情况 发现村里人对胡宁众的死议论纷纷 都说他是被丈夫张清云害死的 至于杀人的原因 是因为张清云在外面有一个情妇 这个情妇叫做尹香美 更离奇的是 尹香美的老公交保明 一年前也不明不白的死了 村里人怀疑 这对肩膚淫妇为了光明正大的在一起玩耍 杀害了各自的伴侣 于是警方开始调查尹香美丈夫的死因 发现她的丈夫死亡当天就被送去火化了 于是警方立即传唤尹香美 她却一口咬定说丈夫是病死的 至于当天火化 是因为家里有老人忌讳 所以才在当天火化了 既然尸体已经火化 警方也就无从查起 尹香美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 突然警方问起她和张清云的关系 尹香美赶紧解释说 她只是在张清云承包的工地上打过工 张清云都48岁了 她才28岁 他们根本不可能 警方见尹香美还在嘴硬 想炸她一下 就骗她说 张清云已经承认他们的关系了 这时尹香美惊了一下 犹豫了一会儿后 终于开口交代了真相 1996年 尹香美和丈夫商量出去打工挣钱 不久后 尹香美在包工头张清云的工地 找了一份小工的工作 干了一段时间后 张清云发现尹香美这个女人干活手脚麻利 感觉她是个人才 说话又好听 于是就对她产生了好感 之后张清云只安排一些轻松的工作给她干 间接了尹香美也对张清云产生了好感 一来二去 两人就经常在一起玩耍 工地上人多嘴杂 很快这件事就传到了尹香美的老公那里 尹香美的老公焦宝明是个老实巴交的人 在得知妻子给她戴绿帽后 她并没有过激的反应 人们都以为焦宝明太窝囊了 其实焦宝明也有自己的苦衷 她之所以选择隐忍 其实是因为她那方面不行 也就是说 焦宝明本来默许了妻子的丑事 可是没想到尹香美比潘金莲还要狠毒 非要弄死丈夫和张清云在一起 才肯罢休 而且她还逼张清云把她的老婆也给做掉 这样这对西门庆和潘金莲 就能光明正大地在一起玩耍了 快50岁的张清云为了和28岁的小娇妻在一起 也毫不犹豫地谋划毒死自己的老婆胡宁宁 没想到的是 胡宁宁真的命大 张清云先后三次给她下药 前两次胡宁宁居然都挺了过来 被医院抢救回来后 她始终没有怀疑是自己的丈夫 正在处心积虑地置她于死地 直到第三次 胡宁宁终于没能挺过去 妻子刚死 张清云就迫不及待地给她办后事 赶紧送到火葬场火化 对于这对尖锋淫妇的恶行 村里人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于是及时向警方报案 最终警方火葬场入口夺食 才揭穿了这对现代版西门庆和潘金莲的阴谋 好了今天的案件就讲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